他被尊稱為中華致盛萬世絲表 他帶著大同的理想周遊列國顛沛流離 他的一字一句穿越時空化為永恆 小說連播孔子由梁斌播講 又話說楚雲陳蔡四國的戰雲消散 孔子的心覺得很高興 使人可以繼續原先的旅程 但高興之餘又未免有幾分酬脆 原先被楚國的業工推薦 受楚王之邀去楚國 現在楚超王去世 楚王原來的邀約還算不算數呢? 自己還有沒有必要去楚國呢? 反反覆覆想了很多次 最後還是決定去 這時候 葉公就駐守富咸 現在的河南信仰了 來自己這處不是很遠 再加之葉公這個人比較嚴德 去聊聊聊天也是一件好事 去吧去吧去吧 早點離開這處 自己那份心事早點了卻 接著決定第二天就出發 至於去不去葉都 見不見那位職位的楚王 到時候見機行事就是了 話說孔子經過賽國之後 一路向南走 起初的時候 一路之上有很多幽靈 一進入楚國的地界之後 那些山就逐漸多了 如果大家對地理比較熟悉的話 都很清楚那裡是巡嶺的山脈的漁墨 從西北方向東南方走 進入富咸 即是信仰一帶 山脈可謂很多 即是現在我們所說的銅柏山 再向東南方走 就是大別山的了 復偶、銅柏兩大山脈 一向都是中原和楚國的一個界領 自商朝到周朝以來 中原經常翻過伏偶、銅柏 一路深入江漢 都是蒸佛楚國的路線 當時蒸佛失敗 周昭王就送陸師於漢 昭王自己也都死在汗水之中 那楚人呢 當時給予他們的感覺是很難征服的 到了周昇王的時候 封他的舅兒新伯在借的地方 即是現在河南省的南洋縣 南洋是中原通向楚國的一個門戶 那裡有一條河叫白河 白河自北向南扭 接著匯入唐河 再入商帆 然後進入汗水 可謂水陸交通就很便利 當時周昇王封的舅 在南洋的樹住宅 目的就是加強對南面楚地的一個攻守 之後周王室逐漸衰落 昏風的諸侯國就紛紛崛起 楚也經常越過伏偶 然後銅柏的界領進入中原 和進齊等國互相爭地方 等到齊援公、進民公的霸王地位逐漸更替之後 紅材大略的楚莊王 使得國勢更加之一震 到後來楚莊王竟然想替代周王去一主天下 從此之後 楚國的國界又越過了伏偶和銅柏山 一路延伸到南洋、信仰 以及北面的寶峰、葉苑這塊廣大地區 庫瀚剛才說到的就是河南省的信仰 是楚國通向中原的有一個煙喉要道 當時楚王封了賢能大夫的審柱梁 在業地的地方叫他駐守庫瀚 即駐守信仰 從此之後 楚王的這樣的一個佈置法 盡可以稱霸中原 退可以保守銅柏山以南的楚國本土 這些就是歷史的歷史 我們就不說那麼多了 如果有興趣的 不妨可以留意一下相關的一些歷史資料 閒話休提的言歸正傳 秋天的銅柏山區 可謂真是滿山野果王屬 特別是那些蛇 野蛇 以前沒有人種的 都是野生的 即是現在他們吃的蛇 哇 一個一個熟的時候 好像燈籠仔一樣 特別養眼 當時孔子師生 剛剛在桑樂鎮餓了很多人 現在一入到銅柏山那些樹 哇 見到全部都是蛇 一個一個都流了口水 剛才說那些蛇都是野生的 沒有人種的 你喜歡摘就摘 於是幾個弟子 在路邊那些蛇樹那些蛇 摘了皮 入嘴即化 嗯 我這個講古的 講到這裡都流口水 當時那些弟子摘了很多蛇 拿給孔子吃 孔子摘過那些蛇 放在車上 竟然不吃 那些弟子就紛紛議論 為什麼先生不吃這些蛇 他不餓嗎 還是他不喜歡吃這些水果 又有些弟子說 可能先生呢 想說先拜祭一下 之後再吃 現在車上又不方便拜祭 所以就放在樹上不吃 不是的 這些蛇是野生的 先生肯定不會用這些野生的蛇去拜祭 不知道為什麼 當時子貢就說 你們跟了先生這麼多年 連先生的飲食習慣都還未搞得清楚 大家就問他 說一下 先生為什麼不吃呢 先生又有哪些飲食習慣呢 子貢一邊屈住手指一邊說 先生呢 先生呢 就食不厭精 潰不厭勢 那些糧食發霧了 那些乳肉壞了 他不吃 食物的顏色難看 食上不好呢 他也不吃 氣味難聞 他也不吃 煮得不好的他也不吃 味道盡餐的時候 他也不吃零食 凡是切東西 不按照一定刀法切的肉 他也不吃 沒有調味道的材料 他也不吃 現在 一不是盡餐 所以先生就不會吃這些零食 二 你們自己看你自己食匙的食相 那些弟子一個一個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哎呀 因為大家可能食雞心齒 都有這樣的一種經歷 或者說是遭遇 那種的齒肉一坨一坨 有些是貼在口唇口角的鼠 有些是貼在手上 黃錦錦一坨一坨一坨 是不是呢 當然這些是食得粗魯的 因此 子貢就說 所以先生不吃齒 就是因為看見其他弟子 有這樣的食相 這麼骯髒的 所以他不想吃 那些弟子也覺得 那些齒的汁 像在臉上的樹 黏黏黏 真的不舒服 想說找些水去洗一下 但是深山野嶺 哪裡找水呢 是不是 大家正在那裡 看看哪裡有水的時候 忽然間 有人說 喂 那邊有水聲 每個人都要水 有些人需要用水洗 那邊 有些想用淡水解渴 於是一齊速湧著車 向水聲那邊走過去了 一路走 地勢就開始開闊 青山環埔之中 有一塊很大的盆地 盆地之上 有莊架 有龍舍 而水呢 是在西北山谷的樹 一路向南邊流過去的 前面有一塊田 兩個龍夫正在那裡做事 那些弟子走過去一看 原來兩個龍夫在那裡摘粟米 孔子就叫子貢過去 問一問那兩個龍夫前面那條 到底是什麼水 如果要去附行的 用不需要降過這支水 或者說哪裏有橋 那子路就走過去問那兩個龍夫 走過去 對那兩個龍夫走過禮 兩位怎樣稱呼呢 那兩個龍夫其實一早就已經住到路上的那幫 穿著舉止不祥的行人 他們就停下手上的東西 笑騎騎地說 你就叫我做長喪 對了 這條河聰仔叫什麼名字 那兩個龍夫就聽見子路很不在意地 把面前的這條河叫做小河 不過長喪就別有心意地笑出聲來 這條河聰仔 他的名字就大了 是嗎 那他到底叫什麼大名呢 長喪很認真地跟他說 這條河就叫做淮河 紫路打個突 好疑惑地問 啊 是不是那條跟江漢一樣這麼出名的淮河 叫長喪的龍夫就說 團底下難道還有第二條淮河嗎 有眼不識大名鼎鼎的淮河 紫路一聽 有點尷尬了 那個龍夫就相反變得坦然起身 從他的表情可以看得出 他不是說很責怪紫路 是因淮河雖然同江漢齊名 但是他的源頭 並沒有浩浩蕩蕩的氣勢 有眼不識 看小他也不足為怪 紫路繼續問 啊對了 請問一下道口在哪裏呢 這個龍夫就備而不搭 那雙眼一美地看著車 只見車上坐了一個年紀不小的人 但是這個人雙目穎穎 精神霍殤 穿著一件渴布單長衫 坐著端端正正 好像一座鐘一樣扣一部車樹 臉色驚慈莊種 看他的樣子 不知是上朝啊 或是去參加什麼典禮 恭敬謹慎 力如不勝 雖然經過長途拔洩 他是如此嚴謹 一定是很累的了 這個是什麼人呢 看他的村長當然不是在朝的官員 只是看他的尊容 似乎以前在官場做過 對於官場的禮儀是很精釋的 而且以前做過的官的官職還不小 現在看他的村長 依然保持著官場的儀表 即是說明他現在還在此求官來做 嗯 這個白衣公看上去真是奇怪 想到這處 這個農夫就問子路 我想問一下 車上的手拿著姜誠的人是誰 子路這趟突然想 我正說有眼不識大名鼎鼎的淮河 你現在有眼不識明滿天下的聖者 讓我說出來 嚇他一跳 你問車上那個人是誰 他叫孔憂 蛤 他是不是老國的那個孔憂呢 天底下還有第二個孔憂嗎 子路就以為這個叫長嘴的農夫會嚇一跳 誰知道這個農夫聽到孔憂兩個字 非但沒有九明大明如雷觀耳的表情 反而興趣索然 早就聽說老國有個孔憂 帶著他一班弟子奔走烈光 四處遊說去求官 兜售他治國天下的主張 教人處世的道理 幫人指點迷津 其實這個農夫為什麼有這樣的表情呢 原來他也是飽讀詩書的人士 但是他始終都不相信 學問能夠救到這個世界 讀書人能夠開得出 能夠醫治這個亂世的藥方 正因為他是這樣想 因此他們寧可在這兒耕田 也不想再去奢談 什麼救世祭人等等 更加看不起那種誇誇其談的人 因此這個農夫很冷淡地回答說 一向幫人指點迷津 為人道師的人 還要問這些這麼簡單的問題 他應該知道道口是哪兒來的 原先指路還打算得得戳 誰知道被這個農夫一句頂著頭 搞得很沒人 沒辦法了 指路又去問另一個農夫 請問尊姓大名 那個人就說 你叫我做信匿 對了 你問我叫什麼名 我想問回頭你是誰 我是眾友 指路以自己的證名去回答 你是不是魯國孔憂的學生 是啊 其實指路和長嘴人的對話 信匿的人早已聽見 他和長嘴是好朋友 處世的態度是一樣的 長嘴正說對孔憂以及他的門徒有所奉喻 但是說得比較隱悔 但是這個叫信匿的人是一個痛快人 他覺得說清說錯更加得意更加舒服 接著他就說 世時烏族就好像滔滔洪水 普天下都市 你能夠跟誰一起去改變他呢 你們四圍奔走 跟隨孔憂尋求之遇 回避那些奸令和魂惡的人 與其跟著孔憂這種被人之事 你倒不如跟我們更好 講完之後就繼續做他自己的事 就不理指路 指路跟著孔子那麼多年讀過不少書 學了不少為人處世的道理 但是對於信藥的這番說話 他說一時間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 只要回到車去 把他們的說話一五一十地說給孔子聽 孔子正在那裡疑惑 問我道口都去了半天還沒回來 看樣子就好像很認真在那裡聊天 到底聊什麼呢 當子路把剛才談的事說給他聽的時候 孔子就全部明白了 長嘴信仰根本就不是他們的本名 所謂嘴就是嘴上的嘴 意思就是低濕 溺就是水浸的意思 這兩個字都是和水有關 隨便按個名字 是表明他們是河邊的兩個村民 不用說了 兩個都是懷財不育 被居隱世的人 這種隱世一般都是不肯套路自己的真實名為 往往都是拿一些略帶隱喻的怪名 知道這些避世隱居者的處世折落 當然廣復不到孔子 更加改變不到他一貫堅持積極入世的一種態度 但是他們坦率的規勸 以及與世無爭、與世無求的淡薄情懷 卻是觸動了孔子 稍時間使得孔子有一種暢然若失的感覺 我們既然不可以和飛琴走秀共處 如果不和人打交道 又可以和什麼去打交道呢 正因為世事混沌就好像滔滔洪水 我才四為奔走尋求問道 以改世事 當然我這樣做 或者根本找不到這種同道 但是天下太平 還要我孔憂奔走什麼 改變什麼呢 當大家知道眼前的這條河 就是淮河的源頭的時候 情感突然變得親切起來 一個個都逼不及待 上前去親近他 中秋水沽 河面雖然很闊 但是大部分河床都露出來 河邊有一大片鵝卵城 白色的沙灘 中間還有漲幾闊的水面 走近前去才看清楚 原來水很淺的 而且清毒不得了 河床底平鋪著一些鵝卵石 那些水流過 激起一朵朵的水花 那些弟子都是蹲在沙灘的樹 用手捧水去洗臉 這時候河裡頭很多魚在游過 那些弟子都一個都嘩嘩鬼叫 不知道多開心 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請下回分解 來西瓜 那些是 我們去洗臉 我這不是說 我們在去洗臉 用手套 用手套